Testing 1,2,3,4 Testing 1,2,3,4 這裡有同學問 為什麼有時候 做一些物料出來的時候 就會 不一樣 Mapping Scale 跟大家做一個實驗 看看 大家就會明白 怎樣去做 看一看 首先 首先 為了方便大家看 我就 下載了一張 東西 下載了一張圖片 那張圖片 很簡單 有些格子 方便大家可以看到 這張圖片 最清楚不覺 我們先看看 這裡 開啟 V-Ray SS Editor 接著 看看這裡 這裡 你會看到 在物料裡 我們 不在這裡拿 我們 在下面 自行 增加一張 物料給他 然後 選擇 Generic 然後 很簡單 在這邊 開啟 Defuse 的 Beat Map 這樣 選擇 照片 這張圖片 那麼簡單 這張圖片 這張圖片 就在上面 這張圖片 大家可以看到 這張圖片 我們把圖片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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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圖片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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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圖片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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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格子 是很小 的 OK 弄出來的 圖片 圖片 大家看看 那格子的大小 會不會是一樣 也是一樣 又是一樣 其實 也是很小 但是 問題就是 在之後 如果有時候 我們想要在這裡做個質感的位置 剩下大一點 剩下大一點 這樣就這樣 然後就嘗試去RAN一下 大家看到了 它是沒有任何改變的 照樣都是這麼小的 雖然很模糊 但你很明顯看到它沒有任何改變 那怎樣可以改變它呢 其實我想我就不會在這裡改變這個質感 因為這個呢 如果你對Sketchup 普通的 沒有V-ray的Render 我想這裡就可以 但如果你有V-ray 那個做法就有一點點不同 我們要在這裡選擇一個面 按右鍵 接著給一個叫做V-ray UV-Tooth 選擇Protection Fit 這個 現在四格乘四格就配置到這個面上 這樣就 大家看看這次RAN一下 這次看到了 它會跟進去Mapping Scale 接著再來 如果我們沒有理由 按這個Size 我們有機會可能會小一點 我們就縮小 縮小就不要用這個 Texture Position 我们直接在这边删写 这里教的也不太好 这里教的有些问题 例如我缩小一点,100 尝试看一看 都看一看,虽然有些问题 这样 你会看到它是缩的 缩小一点 问题是,尺寸不会太确定 明白 所以我们可以用另一个方法 这里就有它 变成原本 原本好像是25多 先变成 接着我会这样做 我会变成这个 里面 这里只能够设定 里面的 Defuse Texture 在这里就自己继续 可以吗 这个重备 重备10 这里重备10 那你就会看到 对吧 就立刻变成很小 OK 那就 小一点 5 OK 那你会在这里看到的 可以吗 那接着呢 这里 再重复一下 这里 我再 这里呢 我将它的 texture 首先 rebooth 然后再来一次 再把它选择 再把它选择 再选择 先选择 先选择 OK 那你不需要看这里 其实不需要看 那你跟回 这里 OK 这个数 就是这里 这个画面 可以吗 可以吗 跟回这个画面 好了 那就 就 这个画面 如何显示都不需要理它 可以吗 OK 那情况就是这样的 希望大家都明白 好了